哈喽大家好我是秋雨呢今天又来给大家做视频啊那本期视频的话给大家带一起这个枪网牌位的解决视频了 然后今天的不解说游戏内容咱们去睡牛啊然后给大家解答一些平时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啊 然后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啊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小黑屋啊 很多小伙伴的给我反馈说平时打牌位的时候很容易小黑屋或者机器马啊就是一个小时不让你上线啊 那这个小黑屋的触发条件的其实就是被举报啊 当然现在的玩家呢都是草木皆兵了啊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个开挂那个开挂 所以说呢他们都会举报啊就是一个哎有算是恶意举报一种类型吧啊 然后呢就很容易造成别人被检测 那这个检测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人机检测啊一个机器检测啊不是人工检测啊 他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啊只要是你被举报多了然后就会吃这个小黑屋 那我平时呢也会出但是我出的少而且最近我在呃就是说比方说控制一下命中率啊或者是这种呃信用分的情况下啊我就很少出了啊 因为我最近不早玩游戏啊新新新赛季准备某猛干 所以说这两天就偷懒嘛啊也没打素材 所以说这期都是一些老素材啊都是个老素材了 呃就是大家解决方法呢就是大家平时玩的时候啊 比方说你排位每合合开始的时候呢对对着墙或者对着地方放点空枪就可以了啊 如果你不枪选手呢你就要强点就一边冲一边开枪啊 然后冲到快要到位的时候就不要不要开了啊就把子弹换好 如果是军手的话就是不是切手枪出来抠几发啊抠几锁子这样控制一下自己的命中率呢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啊 但是也不是说百分之百不出哈 只是会对你的情况有所缓解 当然有一些时候呢他并不是呃就是说账号问题或者是机器问题的话啊如果是账号问题啊大家可以去分辨一下啊账号问题就是你上这个号容易黑 然后你上别的号就不容易黑那你的机器是没有被锁了但是你这个账号被锁了如果是账号被锁的话他可能会被那个机器判定为啊就是那个人人机检测嘛啊会被机器判定为就是你这个号是属于一个高高 微账号刚刚就是说会很容易检测你啊这种情况的你就需要去休息两天再再玩啊就打打别的号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啊你就再回来玩会稍微缓解一下然后如果是机器问题的话就是等于说是你上什么号这种也黑啊这个话就我参加大家那就检查一下自己的机器啊然后他可能会就是你的机器码可能会被列为这种高危机器嘛对吧哈哈哈 机器会经常检测你你你也可以缓一缓再玩或者是说啊检查一下你有些电脑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会被误认为会误判是外挂的一些软件啊就这两个解决办法然后还有就是外挂的问题啊因为很多小伙伴呢都对于外观判定上面啊可能会有些许偏差啊就是说我然后我发视频啊你骂我是外挂 是可以的你上来就骂我吗不行是吧因为我跟你说我没开但是你很多人是不相信的啊因为这个游戏它是有延迟的兄弟们啊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这游戏是有延迟的这个延迟比你们口中所谓的什么范围增伤啊这种的他要很早就出来了啊这个是这个游戏最开始就有的啊 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个tick比较低嘛啊就是怎么去论证的啊你比比方说你平时两个人双排抢点啊他说他是一位你说你是一位就是在他的视角里面他前面是没人的他旁边也没人我在他后面但在我的视角里面我在前面他在后面懂吗就是我旁边是没有人的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呢呃你觉得人走过去了然后你还把他打死了或者是说你 你走到墙后了人家还把你杀了啊这个延迟问题啊你在这个可能你在打他的时候他其实在他的视角里面他还没有回到墙后所以说你打那个墙打那个空气是有用的啊 然后呢你打这个呃比方说你回墙后但是在他的那个视角里面他看你的外面但是你视角已经进去了所以说你觉得哎我走到墙后面他把我打了他可能开了啊 魔法袋是吧这种的都会有的但这个是延迟问题并不是挂还包括一些外挂的属于苗说透视啊透视呢就就感觉就是高高分局里面啊不是高分局吗就高水平玩家意识吗对吧育苗点吗这让人会觉得判断会是透视啊还有就是这个什么叫啥来着啊那个呃那种锁头对吧你一些 这些职业选手打牌位基本上都是对着头大的个人禁忌啊可以推荐大家比看比较猛的选手像那个呃硬汉老干爹硬汉 他基本上打根性就是框框锁头基本上就只往头位打的嗯所以说他很多外挂他都是就是去呃模仿这个高手操作的啊你真的高手其实你自己玩啊不用开挂啊都能玩 你开挂的他一般是比较菜的但是有些主播说啊我当时看了一个up主说他说YCF90%主播都开挂他说哎我这个挂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好啊你我开挂能获得什么什么流量啊这种其实我不太赞同因为嗯作为一个up主和一个主播来说啊呃我也算是勤酒现在的这个在意选手嘛啊也是那个官方的视频作者啊 我觉得开挂的人肯定没有那么多的因为啊咱们就一个简简单单的概率问题啊咱们现在在看直播的各位小伙伴有在开挂的吗肯定是占极少数部分的对吧就是说你可能在开啊但是你大部分人都是没开了吧 因为很大部分的人他都拥有一个正确的三观啊包括说他也是个集成字号的人啊咱们是需要不可能玩游戏对吧我还要去守护自己的母亲吧对吧但有些人他没素质啊他他不管这些他他也不管啊就是他每个地方都有比较那种是吧不好的人他也不管他在游戏里面造成的 后果是啥反正他觉得自己爽到就好了啊主播在我看来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因为CF主播也蛮多的对吧开挂的人占极少部分但是呢在前摆的主播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他是会玩的但是有些人他特别想赢他会啊这这个是没办法的我我讲的这可能大家会让我点名啥的啊因为我我平时不打看别人直播啊不怎么关注别的主播所以说我给你们讲不出 出来但是有一些人会玩的人去开挂呢他他就不好去判定啊你让我指出是谁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有很多啊但是呢他这个呃怎么讲呢他只要开了过他肯定终有一天都会露出马脚的就露出小鸡脚吧那之前呃某牙有有一个还是之前打过职业的啊嗯然后开开的当时开的那种透视吧然后哪天 没好像那个外挂作者没有更新啊然后他那种防防亏评没有没有搞然后他就正是八点的在那里打个人经济也是打个人经济哈 然后他他屏幕上都有框他以为主播的那个直播的那个是观众看不到他就等到打然后后面观众录了屏之后结了屏之后然后再再弹幕告诉他他他他他他说他被搞了他当时也是说他被搞了他说心情不好去旅游旅游两天哈哈哈 还觉得他也完全不想做出什么解释了啊然后最近的某英也有个主播吗他当时是打个人经济然后 说说哎也是被搞了啊他说 然后他他说别人给他传的挂但这个这个依据的比较薄弱啊还有就是比方说咱们打十几年的这么一个游戏玩家了啊 你说稍微厉害点的都是十来年了对吧就跟平时不一样的我我一眼我就能看到我不可能说我打游戏我 我就只盯着我准行吧是吧嗯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直接就下播了啊这个说实话如果是我真的我远程被人传挂了我 我是不会下播的我可能找找原因对吧因为你下播也没用别人录你平了你下播了更说不清楚 所以这种就是说他你要怎么去判断一些稍微会晚一点的主播开没开挂呢这个东西还是讲证据的而且 你有些人他看不出来你怎么去判别没办法只能凭个人素质啊就看他自己就是开不开 他有些人真开比方说他以前呃挺猛的他后面去开了这真说不清楚对吧像我我平时平时我发视频也有些人他上来就骂 骂完然后我平时说我一些水油啊会给你们解释说啊这个在意选手啊我就经常打质量局啥的 没用啊真的这种是报你报名字是没用的 你报清KG都得挨两巴掌知道吧你打牌位有些人封起来他完全不管这些 他他觉得是挂的可能就一两个镜头他觉得哎这个镜头我做不到那我觉得你开了 啊说啥也没用但我也很鼓励大家就是说你你真的想垂啥的你可以走正规渠道对吧 狠狠垂啊让主播得到惩罚的同时你也能拿点奖金啥的对吧是我我就这么干我如果要垂一个主播的话啊这个主播可能 现在打职业或者说在职业队里面我要垂他我就这样干我去找他绝对不是吧你能拿钱的事情啊你想像咱就说现在不不上场吗对吧那我也是挺久的完了我也是cf官方视频作者兄弟们 每个月拿可以拿想的然后他这个他就是你想举报都可以举报官方这边但是你得带证据啊不能以你是个人经验为主因为你打 像说实话你打游戏可能他每个人他都有水平差距的你水平高的人你去看低水平的人就觉得他们傻傻的对吧 但是你低水平的人干看高水平的人你可能就不太看得懂说实话这这也也没有冒犯到大家吧就应该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他天赋不同 而且他后期的努力也不一样啊但是呢也这个东西肯定众口难调你不管在游戏里面说视频里面说再多人有些人就觉得你开 你开你可以去举报啊你就觉得我真开了真的可以兄弟们可以去举报啊这个没啥的而且咱们做视频一般都是把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所以说 他直播的时候 肯定是没有那么强的 但是我可以把人我直播基本上都挺稳的 还有一下耳b 当时说啥 我记得有一条评论特别清楚 呃他说我开挂然后我学有说说我经常我之前去这样就打质量局吗所以经常去排啊 他说他说你怎么你确定人家 他他打职业选手的时候没开他现在打牌位就没开吗 啊你这是什么依据呢 这脑子就有纯纯是有问题对吧你你说我打职业选手我都不用开我打小别三我能开吗 我不是打小别三不随随便便打吗是吧可能我打这些选手 能杀但是我不能C 对吧我能杀不能C 哎我但我打小别三我能C呀是吧有没有道理所以说这个打 这说出来就有点伤人了但是 道理是这个道理吧 是吧 其实说其实很多厉害的主播你像我我上那届没打前摆我又挂比较多我就没打 我但是我打这些其他的号我就感觉挺轻松的 所以说哎呀这期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啊那本一解说就为大家带到这里如果我有说漏的地方大家或者说大家没有解说到的地方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补充记得观看我呢希望他那个多多三连支持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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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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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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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